老胡上个月我花122万提了奔驰GLS 前几天又去开朋友花28万多提的北京BJ90 结果我非常心疼后悔我花了122万买的奔驰GLS 早知道我也晚一个月买车提北京BJ90了 差了好几倍的价位 行车感又差不多非常后悔 那么其实这两款车子有人说北京BJ90就是GLS奔驰的换壳车 这句话呢也对也不对 对的是啊这个北京BJ90的发动机变成底盘三大件确实是奔驰GLS的 但是它是老款的发动机变这个这个和底盘 底盘是以前GL的 知道吗那么发动机呢它是V6的发动机 现在奔驰GLS用的是L6的 知道了吧这是个区分 但是既然是上一代的发动机的底盘 它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啊 不是说老的东西就不行 那新的东西不出的时候那老东西永远都是最新的 对吧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说它是换壳车 明白了吗 但是区分还是很大的 奔驰GLS的行车质感 真就不是你北京BJ90能比得了的 包车装车的工艺 你北汽集团 你的水平根本达不到奔驰厂家的一个水平 品控上行车感 所以说是有差距的 再一个 这个车子啊 大家买的时候 能买起奔驰GLS的 你不用考虑以后养车要油耗发明的问题 一百多万都花了 那都是小问题 有人减便宜买了北京BJ90 结果油耗很高 这个车子啊 478个20个油耗 养不起车 用不起油 再一个就是说有的 它以后啊 维护的标准 保养的标准都按照奔驰GLS标准去搜的 所以说这点你要 晓得再去购买 当然了这个车子 也不是说像轻易就坏的 不会的 只是说告诉你是 你自己要知道 对吧 它愿意坏的也是空气循环的气能 啊 也是这个 没别的地方没啥可坏的也 啊 那我们就说一说 这个老款发动机和新款的有什么区别 北京BJ90用的就是奔驰GLS上一代的一个发动机 代号为M276 那么这款发动机是V6的 那么现在新款的奔驰GLS用的是L6的 L6的有更好的一个性能和平顺性 因为它增加了48分清混嘛 起步更加清水平均安静了 知道吧 那么老款的V6发动机它没有48分清混 知道吧 所以油耗啊 平顺性啊 安静性方面都稍微差一些 性能质感都要差一些 L6的发动机一旦优势就是说成本更低 空间更小 所以说腾出空间让你按这个48分清混了 V6的老款发动机是由两排气缸组成的 呃 发动机需要两套钢盖才能满足各主气缸的一个运转 两套的排气系统 并且发动机还得匹配两个三翠化 而新款的L6发动机呢 它的气缸都是采用重置部局排列的 那么发动机的钢盖排气机构 供油系统乃至这个呃三元催化 都需要一组一个就完事了 所以说成本更低啊 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这点才行 那么北京BD90能不能买能买 你就考虑到你能不能养得起用得起 能不能用得起油就完事了 能接受了你就买 别的地方没有成本问题 也不会轻易坏的 至于是不是至于啊 它是这个以前的老技术 那没有问题 老技术也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我表内的没有东西 但是你不是佢吗 没有穿过了 我也有没有 我ingu家老知